和阻力强大的美国海军巡洋舰 昌赛勒斯维号 今年8月份两岸关系最紧张之际 远道而来陷宗台海 在此之后 美军飞弹驱逐舰班福特号 神盾驱逐舰西金斯号 甚至是加拿大海军巡防舰温哥华号 都接连在今年下旬穿越台海 为的就是要警告北京 台海并非他们所宣称的中国管辖水域 而是任何船只都能自由航行的国际海域 不过美舰在台湾附近航行 必须保持高度警戒 随时注意藏匿水中的潜在威胁 一艘正在南海演训的 解放军039型飞弹核潜舰舰长 侦测到别国军舰陷宗附近海域 立刻下令全舰官兵由迅转战 下潜备战 我们会加强中纳之耕 对目标进行研判 然后呢 做的小组会对目标进行模拟攻防的训练 这一段中国官媒央视 当地时间10日播出的潜舰演训影片中 解放军海军主动把敌舰当作实战演训对象 模拟攻防的演训模式 已经渐渐成为常态 中国透过这种拿敌练兵的挑衅策略 一边驱赶美欧舰艇一边测试实战力 我们在海上发现强敌进入相应的海域之后 我们会主动迎上去 跟他接触接触 就是叫拿敌练兵 用这些强敌进入我们南海活动的一些契机 跟他碰碰面 中国威褶他国部队的挑衅举动不止如此 中国军事专家透露 美国军舰军机经常会在南海 台海东海巡弋 解放军时常借机从中搜集情报 当然不只有中国会耍花招 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跨越中线扰台 最后也都沦为美国情报搜集对象 今年以来随着台海紧张升温 美中军方这类叠对叠勤搜战 也渐渐成为两国相互抗衡的重要环节 环宇新闻谢中月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